在上一个视频中呢 我们介绍了Git中的一些概念 而这个视频呢 我们来实战Git中的一些基本操作 Git本身呢是一个软件 所以呢 我们的电脑需要安装一下它 你可以下载对应自己操作系统的一个版本 比如说我在MacOS上面呢 一般是内置了 已经安装好的 如果没有装的话呢 也可以使用brew 或者是在这个链接里面去安装 都是可以的 当然呢 也有windows版和linux版 linux根据不同的操作系统呢 它安装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出入 但是呢 都非常的简单 比如说在CentOS上 我们可以使用yam去安装 在网图上呢 我们可以使用apt-git去安装 那么windows呢 我们可以进在这里面 那你只需要点击download 去下载一个Git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是32位系统 下载这个文件 64位的话呢 下载这个文件 它们都是傻瓜是安装 我自己呢也不是windows 我就不带着大家去安装了 当你安装成功之后呢 你需要跟我学一些Git的基本命令 为什么我要教大家去使用命令 而不是一个图形界面呢 实际上在每一个操作系统上面 都会有非常多的图形界面 比如说windows里面的 Git小乌龟 SouthTree 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GUI的工具 在macOS上呢也是非常的多 每一个GUI工具 它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的差异 而我呢 如果要讲的话也只能挑一款去讲 这样的话呢 使用另一款的人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 而它们本质上呢 其实都是在操作一些Git命令 所以呢 你跟我学习一些命令是非常有用的 并且呢 你在初学的时候实际上刚上手 你并不需要去了解所有命令的一个用途 我们只需要掌握一些简单强大的命令 然后呢 逐步去学习 那么OK 我们来打开命令行 一般而言呢 当我们安装完Git之后呢 需要做一个配置 那我这里要说的配置呢 是指GitConfig 然后呢 我们做一个全局配置--global 然后加一个空格user.name 写一个比如说我叫别致 然后呢 这样一配置就可以了 我们再加一个配置 除了用户名呢 还要配置一下自己的邮箱 因为我们在操作Git的时候啊 是需要让Git服务器知道 这是谁在操作 他的账号是什么 所以呢 这里面还要加一个email 那这里面呢 可以写自己的email 当我们配置好这两项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谁做了什么 并且呢 所有的操作都变得更加有组织性 我们配置的这两个参数 它在哪个地方可以体现呢 我们可以使用cat这个命令去查看 当然呢 你使用编辑器去编辑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在加目录下面 有一个.git config 这个文件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里面呢 我们刚才配的就是这两项 同时呢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配置文件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杂项 那上面这个呢 我们暂时不介绍 下面是git的一个别名 也就是说我本来可以输git commit 那我现在就可以输git空格ci 代替了这个稍微长一点的命令 如果你也愿意这样干的话呢 也是ok的 但我们在这个视频中呢 就给大家直接写全称 这样便于你了解这些命令 下面呢 我也加了一个http的代理 当我使用git去克隆一些仓库的时候呢 它会优先从我本地的1087这个端口 也就是我的shadowsocks 所给我暴露出来的http的代理 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某一个仓库被抢了 好了 我们配置好这个信息之后呢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创建一个新的仓库 那你可以在windows上右击创建一个文件夹 或者呢在macOS上 我们使用mkdir去创建一个文件夹 假设呢 它叫git-tutorial 那么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文件夹了 我们cd进去 进到这个目录中 那么它目前呢是一个普通的目录 我们可以建入一个git-init 这个命令 也就是初始化一个git仓库 git-initial的一个缩写 它会提示我们初始化了一个空的git仓库 它的位置呢在这个地方 同时呢在我的终端里面会显示一个master 这样的一个分支 因为默认情况下 我们是不会主动去创建分支的 所以git帮我们初始化了一个叫master 这样的一个分支名字 现在在这个仓库中呢是什么都没有的 我们可以输入命令去看一下 是一个空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文本 比如说touch readme.md 这是一个markdown的文件 当然呢你创建任何形式的文件都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不用命令去创建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这样会方便一些 那么当我们创建了一个remedia.md 这个文件之后呢 这个仓库下就有了一个文件 并且呢在master后面这变成了一个红叉 当然你可能没有这个红叉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红叉是什么意思呢 那大家要记住第二个命令叫git-states 这个呢就是去看当前git仓库的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呢在一个master分支 并且呢没有一个commit的提交 我们没有提交任何的东西 它有一个未跟踪的文件列表 那这个文件呢叫readmedia.md 它是红色的 并且呢git很优秀的一点就是 它会提示我们 我们可以使用gitadd的这个命令 去将它呢添加到我们的git仓库中 因为这是一个新文件 git不知道是应该跟踪它的变动呢 还是直接忽略不管 所以呢我们需要将它暂存起来 如何暂存呢就使用这个命令gitadd 然后呢后面跟我们的文件名readmedia.md回车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使用git-states去看一下状态 那你会发现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产生了一个新的文件叫readmedia.md 同时呢它提示我们如果使用git-rm 刚刚catch后面加一个文件名的话 会恢复到它以前的一个状态 那我现在不想添加这个文件了 那我就可以使用git-rm-catch 后面加一个readmedia.md 我们再来看这个状态呢 会发现A回到了过去 对吧 当然呢我可以将它再回过来 同时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个命令叫gitadd-a 这个大A的意思呢就是all 也就是说我将当前这个仓库这个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都要给它加入到版本控制中 我们回车再看一下它的状态 那你会发现也是这样的一个新文件的状态 在git中呢有一个概念叫暂存区 这个概念我们在上一个视频中其实已经提到了 那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块空白区域 它里面呢会包含着我们所有可能会提交的一些变动 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空的 那我们可以使用gitadd去添加一些内容 然后呢使用commit去提交 如何去印证有一个暂存区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隐藏的文件 在这个目录下呢有一个叫.git的目录 那么我们来cd进去看看 这里面都有什么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叫index 我们来cat看一下index里面是什么 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些乱码 但是呢也有一点点我们能够看懂的 readmedia.md这个文件呢 就是我们使用gitadd去添加进来的 而其他的这一些东西呢 在这个视频中我不会细讲 未来我会在一些进阶更深入的课程中呢 去讲解它们都是什么 怎么出来的 有什么作用 我们来回到上一步 现在呢我们的文件是newfair 一个新文件 但是呢你会发现在git上呢 它的标识还是这样的一个差 因为呢我们还没有提交 对吧 我们只是使用gitadd这个命令 告诉git这个软件 这个文件呢 由你帮我去做一个版本控制 但是呢我将它只提交在这个暂存区 相当于我还没有最终确认 那我如何确认呢 我要确认的话 我需要使用一个gitcommit 这个命令 一般呢我们会加一个-m message 也就是说我要提交这一次的变动 我需要告诉git服务器 那我做了什么 记录一下 对吧 写一个日志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at readme.md回车 这个时候呢就会将我们的文件 提交在git的本地仓库中 这样的一次提交呢 代表着我们的仓库到了一个交付的状态 通常呢是完成了某一个小块功能 它就像是一个快照允许我们使用时光机一样去回到旧的版本 而这个-m参数呢 其实是可以忽略的 一般我们不会这么做的 因为主要是为了回溯嘛 如果你不加这个消息的话 那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一次变更呢 所以大家在任何一次提交的时候都要尽可能清楚的描述我到底干了什么 除非整个仓库呢就你一个人 你也不在乎自己改了什么东西 你可以一直fixed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操作都是在本地的 这些操作的记录呢就存在我们刚才看的那个.git文件夹中 那为了能够和别人去协作开发呢 所以我们一般要把我们本地的代码去推到远程的服务器远程的仓库上 这样的话别人可以拉我的代码去改 怎么做呢 那我在我的github上去创建一个仓库 我们来尝试一下 名字呢也叫它 然后其他的东西呢我就暂时不选了 我们直接create 因为这样的话是一个空的仓库 任何东西都没有 如果你使用github的话呢它会更加的方便 因为它会提示我们 如果我们是一个新的仓库的话 你可以执行这样的一段东西 如果呢我们的仓库已经有内容了 实际上呢我们刚才已经加了一个readmedia.md 也就是有文献了 就可以使用这两端命令 那第一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为了能够上传到远端的这个仓库里面 所以呢我们要先建立一个链接 而当前我们的链接呢就是这个地址 本地的一个仓库也可以称为一个项目 它是可以同时拥有多个远端仓库 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建一个gith仓库 我也可以在别的平台去创建 比如说githee我也创建一个仓库 这个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如何去区分 我是将它提交在这个平台下面 还是另外一个平台下面呢 一般我们会起不同的名字 也就是这个名字 通常呢我们会将远端的这个名称叫orange 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字 当然呢你也可以改它 一般约定俗成的东西我们就不建议去修改了 我先将这一段命令给它复制下来 我们在这里面添加 我们添加了这个远端的链接之后呢 可以使用githremote-v回车 那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远端的链接 其实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拉或者是推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githpush 这个命令呢将我们本地的文件提交到服务器上 githpush这个命令呢一般会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是远端链接的那个名字 也就是orange 而第二个参数呢就是分支的名字 我们知道默认的分支呢就是master 所以呢我们写master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本地的文件呢 推送在这个远端仓库中 那你会发现在github中呢会有一个-u这样的参数 那这个-u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加了-u之后 以后我们再推送的时候呢 就直接输入githpush就可以了 而不用去加后面的这个远端的链接和分支名字 那我们可以加一个-u试试 这个-u的顺序呢你也可以放在前面 这个是无所谓的 回车 这个时候呢已经提交成功了 它帮我们创建了一个远程的分支叫master 我们来在这个地方去刷新一下 哎你会发现我们提交的文件呢已经上来了 但是呢里面是空的 在这个readme中呢什么也都没有 而我们githpush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提示我们 让我们输入一下gith远端的这个账号和密码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平台的账号和密码是什么 那为什么我没有输入呢 是因为我做了一个ssh的免密教验 这个东西呢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中继续讲 如果需要你输入的话呢 那你输入自己的账号和密码 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将本地的文件提交到远程 当然呢也可以将远程的文件拉取到我们的本地 怎么操作呢 我先退回到上一步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getclone这个命令去克隆远程的仓库 怎么克隆呢 后面要跟随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一般我们在这个地方点击一下 然后将它拷贝 或者呢直接输入这个链接也是可以的 粘贴 这个时候如果你回车的话 你会发现它提示你已经存在了这样的一个目录 所以呢我们不能让目录重名 我们可以加一个空格 后面跟一个新的目录名 比如说gitdemo 对吧这样的一个名字 那它会创建一个叫gitdemo这样的目录 我们进git横杠demo 实际上是同一个仓库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去做一些修改 比如说我使用vim去做一个readme的修改 这里面加一个hello git 保存 保存之后呢你可以去看状态 状态是一个修改的状态 我们可以使用gitadd将它加到暂存区 然后呢commitpush 也可以使用gitcheckout将它还原在上一个状态中 我们使用gitaddreadmegetcommit-m 我们叫modifyreadme.md 然后呢使用gitpush 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地方去刷新一下 你会发现文件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是这个文件发生了变化 我们这里面是有两个仓库的 这是gitdemo我在这里面修改的 如果你退回去 我们再进到gittutorial这个目录中呢 实际上你去看这个readme 是旧的 我们本地是旧的代码 但是呢远程是新的代码 我们就需要将远程的代码 拉到我们的本地 如何去操作呢 再记住一个命令叫gitpush 当我们这样操作的话 如果你更新了远程的代码 别人呢也可以使用gitpush去拉取到这些变动 当然呢你可以在gitpush后面加那两个参数 一个呢就是远端的链接是什么 第二个呢是分支是什么 这样都是可以的 那么OK在这个视频中呢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的内容 在下一个视频中呢 我们继续来讲解分支相关的一些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为视频点一个赞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我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反馈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